接下来我心里想 我要不要吃止痛药 因为我不吃东西就不痛嘛 所以我为什么要吃止痛药 对不对 我不吃东西就不痛 我为什么要吃止痛药 所以我没有吃止痛药 因为那时候已经晚上了 那而且呢 我是中午痛的 然后我去看医生的时候还是痛的 那时候去到医生那到一两点钟 他叫我晚上七点钟再来 那我是痛的 那我怎么办呢 我就打电话给我一个朋友 结果我那个朋友说 哎你要不要过来 我们现在要去那个历史博物馆 看展览 那我说看花艺展览 那我想反正从两点到七点 还有五个钟头 我回到家 没两下约出来了 那我就说 我来 我跟你见面去看花艺展 我就去找他 然后跟他消磨 消磨到 然后我们有没有吃饭 我忘记了 反正我们看完花艺展 大概五点多嘛 我们两点 我两点完了 跟他见面 大概两三点见面了 那然后就去看花艺展 到五点多结束 结束我们就 他就陪着我 因为我 我要七点钟嘛 他就陪着我 从历史博物馆 走路 走到那个 大安路 就是那个 现在邮政总局 快到东华南路 那个地方 有好一段路 对不对 大概走了一个钟头 不到吧 他就陪我慢慢走 一面走 一面聊天 奇怪 我在花艺展 其实也没有奇怪了 因为我不吃东西 就不痛嘛 对不对 所以也没有什么大碍 然后去看了医生 然后他这样说 然后 我不记得 我后来晚上 有没有吃饭 反正我就是 药没有吃 然后第二天 我就想 我是不是 我可不可以成为 那个幸运的人 那我在想 要怎么样成为 一个幸运的人 我就想起我以前 我以前的经过 我以前那个 那个 我曾经有两次 两次的浩劫 都平安度过 我这个也没有 跟你讲过 一次是我在 一个很有名的 私人医院 很有名的医生 看诊了 那时候我已经停经了 但是我突然间 来月是十天 都没有停 十天 而且那个量是很大 那医生看完了以后 说 他把我刮子宫 止血 止完血以后 一个礼拜再回去 复诊 复诊的时候 妈妈不痛哦 一下下就好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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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痛心 不是痛心 会有比较有感觉 哦 他可能有感觉 就会 比较 他有时候 我们一般客人会比较酸 或者是有感觉的地方 他就会出声音 那种应该是 他会觉得紧张 因为那边会比较 有感觉 但是那个感觉 不一定是痛 哦 所以家妈妈 可能就是说 有感觉 他感觉到 诶 这个地方特别了 你看他连手都伸过来 对 他这边有感觉 哦 那感觉就是说 跟他平常就没有碰到 感觉不一样 嗯 那种有时候是酸 有时候是那个脏 一些的 他就觉得紧张了 嗯 他因为 有时候那个还不到痛啊 家妈妈就会很紧张 嗯 我妈妈 向来是很紧张的人 嗯 比较敏感一点 嗯 那结果呢 嗯 我就 我 我 我那次本来是要把 子宫跟卵巢拿掉的 嗯 医生告诉我说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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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了一个 东西 哦 这个东西呢 是五点多公分 五公分多了 哇 很大呢 对 然后他说一定要拿掉 嗯 然后 还可能呢 还可能如果是 到时候会把那个 周边的也拿去化验 如果是 癌细胞就要整个 要拿掉更多的东西 对 嗯 因为这样呢 那那时候是过年 没办法马上做 所以要过年以后才来 那我就 用了中间的时间呢 去做内观禅修 哦 我去做内观禅修 所以内观禅修很久以前就开始在做了 对 那大概两三年前吧 那一次做是我做的第二次 我已经做过一次了 那是在 多少年前 我想想看 没有 我接触内观禅修 我一直说很早已经就接触到了 嗯 我第一次接触内观禅修是 嗯 嗯 多少年了 嗯 六加五 十一年 十一年 十一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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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做了一次 那那次我是 嗯 十一年前 所以我 最近做是三年前 因为这个子宫卵巢的关系 我来到医生说 他认为是 说小了 而且他认为这是一个正常现象 不需要 对 然后呢 我回去给原来的医生 医生说不可能 但是 由 原来的检验师在检验 在用苍蝇波检验试 结果发现是不用的 他说 我看现在的结果 我也同意 那个是不需要开刀了 嗯 所以我的子宫卵巢就停住了 保留下 那第二次 就是两年前了 两年前 我带着我妈妈 呃呃 游完涌出来的时候 我发现天旋地转 我就跌倒在地上 嗯 那去看医生 医生说 检查不到问题 嗯 没有问题 但是我说 我没有办法 我 我 昏旋得非常厉害 嗯 就医生说 那这样吧 给你吃肋骨唇 吃半年 看看 啊 哦 他怕你耳朵那个 对 会吃肋骨唇 但是我 我 他检查不出问题啊 我那时候耳朵也是 他也说 这种警察不出来 没关系你说 不耳朵 结果我就没有吃 我说我不吃 我又跑去做内观禅修 嗯 做完 做到第六 第七天就没有 就不酸了 就就就就不昏血了 嗯哼 结果啊 所以我就对这个非常有信心 嗯哼 然后当他说 因为我这两个大结束 嗯哼 我都没有用西医的方法来处置 所以我回去了以后 我就很认真的在家里 做这个静坐 嗯哼 做这个内观静坐 禅修 嗯 结果到了礼拜一 嗯哼 没有痛 而且礼拜天也正常吃饭 也没痛 礼拜一也没痛 就没有云血的那个限制啊 不是不是 现在讲牙痛 哦牙痛 晕血是去了 上那个内观禅修 做了六七天就没事了 嗯哼 这个 这个 牙痛的现象 经过我一天多的 奴隶的 嗯 做这个内观禅修 到了礼拜一 就就就是 就是我可以正常吃饭不痛 这样 嗯哼 嗯 所以我当然就没有 回去看医生啦 嗯哼 当然我的牙齿也没有 被他好好的 牙齿被他打开了 打开 也没有做这个 所以我想 想要跟你分享的 这个事情 就是说 啊 如果你 如果你现在牙痛得很厉害 那他现在还没有住到根管 嗯 他住的还蛮深的 哦 住的很深 因为我自己 他打开我舌头去抛一下 嗯哼 住的还蛮深的 我不是像你说是没有东西 我是真的有住掉 是有住一个洞 哦 然后他用 其实应该说 一开始可能就像你说的 不宜那么 然后我却发现 他补 那个在住牙 他们在补粉 有没有 嗯哼 假设这样 他会先把旁边 可能有 他先挖一层 嗯哼 然后再补 然后发现补好的话 他再挖一层 嗯哼 就是他们的理论是说 你那个表面那些东西 可能都沾掉 他要把它清干净 嗯哼 清干净的方式的时候 他会把那些磨平 然后把它挖干净 所以洞越挖越大 对 他本来是这边 可能一个 他要把周围都挖掉 嗯哼 就清川处理 他这边假设只有一个小指头 他要把它挖进去 然后他周围反而一点 他连旁边都要挖掉 嗯哼 这个点才挖 因为他机器的颤头 他要把周围 都要清干净 嗯哼 那就一个洞了 对 那我发现 我每次要自己补牙 对不对 越补那个牙洞越大 嗯哼 奇怪 我想说 哦 怎么越补越大痛 所以如果 我给你一个建议 就是说你以后有这个问题 是不是去找我的医生 因为 因为我的医生呢 我的牙齿都是给他们看的 在哪里 在大安路 大安路 那实际上呢 我的牙齿 其实 就是你说七十几岁那一个 对对对 我的牙齿 是有补过 可是这个补呢 是因为我刷牙 用力不当 所以他有 崩掉 不是崩掉 叫做青石 哦 就是刷得太凶了 把它刷出了一个钩痕 哦哼 所以他就帮我补了一个东西上去 让他不要 越切割 就好像那个 河川里面的那个 被切割的那些东西 对 所以 因为我现在 我那个 后来有时候不想补 可是 针那时候很痛 我就赶快去弄 然后 他弄的是好了 可是我发现又更大洞了 每次弄一次 洞就大一个 然后到最后就是说 那你整个不行了 要跟管了 嗯哼 就这样子啊 补一次 两次 三次 然后就说 已经做到 那个神经了 要跟管了 那我 我从来都没有这样 他算弄完了 就 我的助 这个 这个先把他拿过去 因为我要放那边 好的 那我的助牙呢 就是 我有 好像是有一颗 那我帮你翻身 我好像是有一颗猪牙 但是呢 补了到现在这么多年 都没有问题 从来都没有需要再做什么处理 这样 所以 这样头 这样头注意一下 我还没关系 对 我还没关系 我还没关系